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Christina Ho from The Flight Deck. Welcome on board. 在我们的行业里面真的会比较少的女生,大概都是5% 最主要的原因是,例如以前我去入职做空姐 其实我是看到一个poster,看到一个男的机师 加上一个女的空姐 所以我也不会立刻想到自己想做机师 所以我觉得可能女生不胜任这个工作 是她们没有想过,原来女生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飞机师 我是何梓婷,Christina Ho 我是一位文行机师 一直在就是周포 然后 leven 就是 бал 小姐,你好 现在好孪大楼大楼,勞école 其實在我做飛機師之前 是讀藝術的 我就主修了時裝設計 但後來我就想 我真的很想念去不同地方 去看不同的東西 我就想我又想試一下 一些不是95的工作 會不會適合自己呢 所以我當時就做了這個動作 成為了一個空中服務員 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契機 令我成為一個飛機師 在我們起飛前 大概四個小時 我們已經會有飛機計劃 其實這些資料 都已經在我們的iPad裡面會看到 其實可能我未離開家 但我都會 已經開始看那個航班的資料 例如香港去L.A. 如果去這個地方 可能我就會看預期我們去到的時間 這個時間 當你的天氣又如何 那警察和我們都會看看 需要不需要帶多一些油 因為我們上去之後 就只剩下我們了 就是我們會最主要 最後一閘門去做這個板機 謝謝 以前其實很少會在機場 看到我們的製作 因為我們都會在公司 做安全檢查 以及直接乘巴士 去到飛機底上 但現在可能會多了機會 看到我們 因為有些新的政策 到時候出來 我們都會在機場 做一些Crew的Check-in 從小到大 真的沒想過成為一個飛機師 後來是有一次 那我就去我朋友的婚禮 那班機非常之膚 那我就上不了機 那一次就剛巧 因為作為航空公司的員工 那警察就很好地 發出了一個Jump Seat 給我 這個位置就是 在兩位機師的後面的兩個位置 誰知道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漂亮的景色 因為剛巧那天是一個黃昏的時候 然後我們關門之後 我們又慢慢Taxi出去跑道 跑道上都有不同顏色的燈 然後我們要加速去起飛的時候 我就看到跑道上的燈衝向我 慢慢一顆一顆地衝向我 那我的心裡都跟著一起跳 就會覺得這份感動 真是未試過的感動 一份很特別的感覺 我就知道這個是我想要的工作 有這份感動 我也會懷疑自己會不會是三分鐘熱度的 我也會想去了解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 亦是否真正喜歡 所以我之後就找回一個以前的退了休的Train Captain 就在美國 就去了自己的Airfield那裡去做熱工 幫忙入油 然後他在這裏砌飛機的時候 又幫他分一下螺絲 一開始真的是一頭無水 對於我來說是一套很新的思維 但是我越讀越有興趣 這條路是對的了 所以就確定了自己的心思去投考 我們每年都有逐排的考試 亦都要確保乘客的安全 所以我們定期都會來到駕駛模擬室裏面去年代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是否想 即是take off landing 就會很忙 接著之後autopilot 是否按一個按鈕 我就可以去睡覺 其實就不是的 take off landing 自然是忙 我們稱這個為critical time critical time 就是一個 我們大家都不會說多餘的東西 例如我不會跟你說thank you 我們會直接說我們想要的東西 過了這個critical time 可能去到cruise 我們用這個autopilot 其實原因是因為我們想要多些能力去做其他東西 很大部分的時間在找錯處 即是找他有沒有做一些奇怪的事 如果用油的量跟平時不一樣 用油的量比平時多很多 可能是有問題 都涉及很多的multitasking 所以才令到這份工作那麼挑戰 那麼好玩 是 Electric Master off Interior And Instruments like check off Check down check is completed 在這個training的過程 除了一些ground school很challenging之外 其實中間我飛行的時候 都遇過一個小插曲 我就是一個單人的飛行訓練 過了沒有半個小時 飛機就告訴我 他不可以了 他就叮叮叮叮叮的 就出現了一些 alert 那我就去重新設定了一次 然後很快他就再跳出來了 我當刻其實第一次感到 我真的會覺得 不會是我吧 我就提早拖達站 task force 而且我禁定了 赛天 我接 needs 再響號 一聲飛機上的電池都消失了 然後我又沒有減速器 我全隻飛機的燈都消失了 當時因為離得太快 我都沒有時間去想些什麼 我只知道現在我要降落 所以我就很專心做這個Landing 都很好感 我那次的Landing是做得很好 那我就安全地降落了 她沒有說這件這麼危險的事情 那時候都後來畢業禮 那時候才有同學講起這件事 我才知道當時我的心都突然間跌了下來 那一刻如果真的出現意外 怎麼辦呢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 變成就知道 Kristina的能力已經超出了我想像之中 她應該勝任這份工作 尤其是她畢業禮的時候 請了我和我先生上飛機玩了一轉的時候 都很神奇 既是原來是我女兒的 不是別人 感覺上你說怕不怕 完全不怕 因為她讓我很安全 她在那兩個多小時的旅程裡 我覺得時間真的快 很快已經是要下飛機了 她做得很好 她是Mini Lala 她做了五十五個星期的機師訓練 那時候做會有個畢業點禮 那時候我就想送一份禮物給她 畢業點禮通常都是花、公仔 有一天很幸運 看到一個似去的公仔 還穿著機師制服 因為只有男生 我就求店員 問我可不可以和我做女生 於是她就很好 搜集了很多資料 就和我們做了她的迷你版 希望她喜歡 當時她一出現之後 就變成她做主角 當時都覺得挺驚訝 因為她要從一個機窗服務員 轉為一個機師 我都有問她 可以這樣轉的嗎 因為她完全沒有理科的課程讀過 還有機師是一個男主導的工作 感覺上如果女生做的 她會不會在體力上 都未必應付到 但是她從小到大的性格 雖然做事是慢 但她一定會做到給你看 她會跟著目標 一步一步一步 好 飛機了 來了來了來了 我也覺得很慶幸的一件事 就是起碼我那次上去的飛行 我見到是兩位男性的機師 但我也沒有問自己一條問題 如果我是女生 他們是男生 我會不會做得到 我從來都沒有這個框框給自己 就覺得 如果那件事是想做的 就去做 我覺得是要相信自己 不要第一時間覺得 其實他們是很遠的事 其實你只要踏出一輩子的步 做少許的改變 後面那些就像雪球一樣 一直滾下去 就會來得容易了很多 每一個機師都會希望成為一個機像 因為你就真真正正去帶領著 後面的乘客和你的同事們 去完成一班飛機 這個我相信是每一個機師的夢想 我都會繼續在我的工作中 緊守我的崗位 但也都在面對著年輕人 我都希望成為他們的正能量 繼續去寫一些好的小故事 畫一些可愛的系列出來 希望可以成為他們的鼓勵 也都告訴他們 一個平凡的小女生 Krisina都做到的事 其實他們都做到的 很多不知的 又讓你做到的 其實我應該是讓小孩 我現在可以做的 都做到你的地方 那是 是 我現在的小孩 我覺得 我現在有道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